如果说蓝金是巨兽们体型的极限 那么鱼龙就是龙族的天花板 这是唯一能在体型上与大型金类一较高下的 2024年4月17日新命名的塞文泰坦鱼龙 就是鱼龙家族巨型化的典范 它的正目标本是一个大型坚固 但不完整的直角 其完整的上角超过了两米长 就此估计塞文泰坦鱼龙的体长可达25米 这世纪西卡尼萨斯特鱼龙之后 鱼龙家族又新天的一位海中巨龙 从时间维度上看 鱼龙的巨型化相当的快 比鲸类还要快了一个量级 到了中三蝶式早期 活跃在内华达州的杨氏悲追鱼龙 已经可以长到15到17米了 那么鱼龙家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挑战大洋的呢 一直以来对于这个问题 大家的答案都是三蝶纪 这是二蝶纪模大死亡后 海洋生态系统得以恢复的一个标志 大约2.521年前 险生咒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大死亡 横扫了大洋 受此影响 各大二蝶纪的族群伤筋动骨 海洋生物多样性丧失了近八成到96% 当灾难过后 空缺的生态位开始呼唤新的霸主 包括鱼龙在内的众多洋魔动物重返海洋 成为了第一批适应了大洋生活的四族动物 到了早三蝶市 鱼龙家族经历了广泛的全球辐射 首次填补了 后来被各种其他海生羊魔动物所占据的生态位 三蝶纪巨型鱼龙的盛事 就此打好了地基 遗憾的是 我们对鱼龙体型的进化尚未完全了解 因为大多数大型鱼龙的分类群都起源于中三蝶市及之后 而且标本非常的有限 那么鱼龙的巨型化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2024年4月18日 来自德国的学者们给了我们一个意外的答案 他们发现鱼龙的巨型化比之前预计的要早得多 早三蝶市时期就已经有巨型鱼龙开始活跃了 证据来自新发现的出租自挪威的巨型鱼龙化石 该化石来自维京赫格达族的亚粗壮凯泽林局时代 对应的年代大约是早三蝶市的奥伦尼克期 在化石构成方面 该标本由三块关节锥骨组成 但是由于它保存完好 再加上最近发表的鱼龙体型数据集 为基于锥骨长度的回归分析提供的基础 文章作者依旧可以利用这些锥骨的数据 来估算这位鱼龙先驱的体型 尽管该化石无法在物种水平上做出诊断 但通过学者们对典型特征的核对 该标本可以安全的归属于悲追鱼龙鼠 就是我们上文提到的最早完成大型化的鱼龙之一 真正意义重大的是此次化石发现的时间 这是悲追鱼龙鼠最古老的记录之一 它的存在连同2018年描述的孤立的中心 还有1994年来自爱达河州的稀少的材料一起 揭示了一个显为人知的悲追鱼龙世界 就此悲追鱼龙成为了中三叠式鱼龙中 最为独特的一个演化之 它的家族谱系不仅发端于鱼龙家族刚起步的早三叠式 还没有掉队并成功的在中三叠式继续繁衍和多样化 这是中三叠式时期最为繁盛 也是最大的鱼龙族群之一 那么早三叠式时期的这些悲追鱼龙们到底有多大呢 高度愈合的追体和追攻表明 该化石的主人是一个成年个体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来估算它的体型 根据不同的计算方法推测 这位化石的主人其体长区间为7.5米到9.5米 这是当时生态系统中最大的海洋四足动物之一 相比之下 其他早三叠式的海盘们要明显小得多 最多的也不超过4米 其中最大的海生梨片锥类 硬骨鱼和公交类 更是只有1.5米长 不足悲追鱼龙的五分之一 与现存的水生四足动物相比 和它最接近的是腕鳄和虎鲸中的一些超大的个体 文章作者还进一步校正了去年描述的鱼龙化石 这块鱼龙化石也出土自维京赫格达祖 不过年代是更早的罗氏甄弗莱明举时代 学生们发现相比于处于演化基地位置的鱼龙类 这块古老的化石更类似于悲追鱼龙术 它也演化出了一个类似悲追鱼龙的进步特征 简单的比例计算表明 如果基于中心高度 这块来自斯瓦尔巴群岛的史密斯标本的最小长度 可达5.04米 如果按照中心长度来算 会更大 足有6.52米 更重要的是 该化石目前被认为是位于鱼龙尾峰的后方 如果它更靠后的话 化石的主人会更大 其他的算法也呈现了类似的结果 如果该鱼龙确实属于悲追鱼龙 那么在此基础上 这条极为古老的鱼龙成员 最少长5米 而不是之前认为的3米 由此可见 三碟纪一开始 鱼龙就已经是大洋中最为庞大的巨人了 但是这种级别的体型 也带来了一个困惑 这些化石所在的地层 对应的年代非常的早 甚至早于2.496亿年前的 晚思密危机 这是个什么事件呢 其实啊 二碟寂寞大死亡结束后 地球并没有安静下来 一系列小型的灾难 接踵而至 晚思密危机 就是其中最严重的一个 它引发了连续的波及全球的生物和环境变化 包括剧烈的正碳同位素偏移 海洋缺氧和降温事件 原来呢 受限于鱼龙化石的发现 大家普遍认为 鱼龙家族以及众多海耙们 是在此次危机之后才兴起的 晚思密危机就代表着 以鱼类两栖类为主的海洋生态系统 像以耙形动物为主的海洋生态系统在转变 现在来看呢 这个估计保守了 在晚思密危机之前 鱼龙不仅崛起了 而且完成了巨型化 甚至长到了5米以上 这距离地球上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大死亡 才不到200万年 那么鱼龙们是怎么演化的这么快的呢 有学者认为 尽管受到大死亡的影响 生态系统中缺乏现代的初级生产者 但是橘石等小型海洋生物依旧大量存在 扫中三叠式 北半球所有主要海盘中 都会遇到的奇耻鱼龙科 就是个佐证 它们能够纵横全球 靠的呢 就是高超的碎壳本领 这是极为特化的硬石大师 专刻各种橘石 但是呢 这依旧不能很好的解释 鱼龙为什么能巨型化的这么快 对此呢 文章作者表示 巨型鱼龙的出现 再一次支持了2023年的新假说 鱼龙行类 更可能是大死亡的幸存者 而非在三叠季才下海的 早三叠时的鱼龙背后 还有更多的秘密 等着我们去发现